云天群离婚后,和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儿如意,在海口族里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小房子居住,在这个小小的家中记录着女儿如意的平常生活,以及父亲对女儿所有的爱。 女儿失恋后,云天群将女儿平时喜欢的东西,整齐的摆放依然如初,期待女儿有天回来,能像平常一样,开心地说,阿爸,我回来了。 如意失踪后,当地警方立即立案展开调查,而程守林作为如意失踪的重要嫌疑人,也被多次讯问。 直到录节目时,程守林还矢口否认如意的失踪,与她无关。 在线索中断的惊恐下,许女心切的云天群不但天天去到女儿经常去的海边,期待如意奇迹般地出现,同时还找到我们栏目组寻找如意。 为了帮助云天群寻找女儿,我们去到海口向警方了解情况,同时我们还在网友告白的官方微博发布了相关信息, 引发网友们的强烈关注。 那么,云天群能否寻找到失恋已久的女儿如意,将会在完美告白的舞台。 那接下来,请一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案件旁边,看看我们是否有线索或者找到了你女儿,好吗?来。 老云,接下来我问几个问题,这几个问题或许会比较残酷,我们一定要保有着一颗勇敢和坚强的心去面对任何结果,因为生活还要继续。 如果如意今天没能够来到现场,没有找到如意,接下来你会怎么做? 接下来,我还是通过这个栏目,警方还有很多好学生继续帮我寻找,非和我警方这边继续去找我女儿回来。 你觉得如意还活着吗? 我敢相信我女儿肯定还活在世上,所以我还有这么些人。 老云,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残酷。 如果如意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,接下来的生活你怎么办? 我不想再。 我希望你想想这个问题,我们固然要找如意,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任何结果。 你想想这个问题,好吧? 嗯。 我说了,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职能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栏目的宗旨。 一个是失去的亲人,一个是困难的人需要帮助。 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寻找。 那么结果如何,有没有相关的线索,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个数。 五,四,三,二,一,请按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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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